爱宝真的不容易 大清早睡意朦胧时就要喂食辉瑞俩小只 俩小只把爱宝挤在角落大快朵移 看着爱宝一脸疲惫 真的让猫粉们有点心疼 连江爷爷都在一旁说 辉瑞你们要感谢你们的妈妈 然后也狠狠地夸了爱宝的伟大 也承诺会给爱宝更多好吃的 随后江爷爷或圣西姨母 针对青团对国宝的身体状况进行了分析 以此来确保他们的健康 终于到了出外场时间 辉瑞二宝似乎还没睡醒 俩小只就回到了树上来个回笼觉 爱宝由于太早起来 为俩小只也趴在桌上睡着了 但是乐宝这个大宝宝这次出奇的清醒 居然没睡觉 而是在那享受早餐 但是乐宝真的太懒了 他躺着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吃东西 这松弛感让人看了羡慕 乐宝也不忘了向爱宝做个爱心的首饰 爱宝仿佛感受到了乐宝的爱意 从梦中惊醒做起 来了一段吉他首饰回应 随后就抓起孩子一顿猛蝉 似乎在回应乐宝 你要爱我就滚过来带娃 然后看了一眼乐宝等他的回应 看着乐宝没回应 爱宝就当着乐宝的面揍了挥宝一顿 此刻的锐宝趴在树上装睡瑟瑟发抖 好在圣西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僵局 锐宝也假装醒来 灰宝就假装在那吃着竹叶 你看这舌头都没舔到竹叶 主要是掩饰被揍的尴尬 姨母什么都知道 于是就开始安慰起瑟瑟发抖的锐宝 宝贝没事躲得了和尚 躲不了庙 随后圣西就拿来两串超大的串串 给双胞胎压压惊 安慰他们挨揍的心灵 看着俩小只排排坐的场景 真的很温馨 灰宝像爱宝那样优雅的坐着 而锐宝就像乐宝那样懒懒散散的躺着 这就是基因遗传吗 圣西在灰宝肚子上 找到一片遗落的胡萝卜 并还给灰宝 锐宝突然坐起来 疑惑的看着灰宝和圣西 仿佛在说为什么我没胡萝卜 然后准备去灰宝嘴巴里抢 他觉得灰宝嘴巴里还藏了很多胡萝卜片 找了半天没找到 只能继续躺下吃竹子了 而可怜的爱宝 等了一上午还是没有等到乐宝的回应